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据知名媒体报道 台湾女星侯怡君在社交平台发文向小三宣战 连发的几条文信息量非常大 据悉43岁的侯怡君老公是圈内66岁的男星肖大璐 两人有着23岁的年龄差 就在前不久5月刚刚结束了长达20年的爱情长炮 正式升级为夫妻 女方还自曝成为孕妇 没想到这么快就上演了这么一出小三插足的好戏 侯怡君和肖大璐结婚三年 婚后立批试管婴儿 6月才以希望明年能一起快乐的庆祝母亲节 含蓄回应怀孕喜讯 没想到美满的婚姻竟冒出民事黄姓间 这首度发生回应小三风波 侯怡君先是发布了一篇十行的藏头诗 其中包括内涵第三者是烂泥 还透露他只为金钱 甚至不惜辱骂他 臭名留人间等等 言辞激烈 字里行间都加强待棒 看得出来十分愤怒 除此之外 侯怡君还藏头各种更加不堪入目的词汇 在这首诗的下方侯怡君晒出一张经过处理的照片 每个人物的头上都被贴上了猪头的贴纸 照片上赫然写着第三者的字样 另一篇博文中 他更是揭穿了第三者的两幅面孔 他详细地表述第三者在自己面前谎话连篇 在外人面前却公然内涵 还自称自己才是受害者 侯怡君忍无可忍后 只好警告第三者 终究证据会撕赖你的罪 他还表示 从头到尾 自己只是希望小三消失罢了 如果7月份小三还没有做到 那么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了 文末 侯怡君再次提醒第三者 别再惦记着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和人才 不是你的别强求 看得出来 虽然侯怡君饱受着感情危机 但他一直都在给对方机会 可是第三者似乎不领情 在随后的博文中 侯怡君怒斥对方翻脸不认账 眼而无信 甚至作为插足他人感情的人 对方还毫无羞耻心地丢下一句话 有本事你去告啊 言语十分无所谓 似乎是想要破罐子破摔 其实早在4月时 侯怡君就已经在公开表明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看来感情的裂缝早有预兆 据悉 侯怡君和老公萧大璐 曾多次被调侃是妇女恋 年过百伴的萧大璐 早已是白发明显 脸颊苍老 身形也有些巴扶 相反 侯怡君就看上去青春亮丽很多 整个人容光欢发 通筐似两代人 因为两人谈了20年恋爱 吃吃不结婚 网友也对他们多年不结婚的原因 好奇不已 侯怡君曾开玩笑说道 很怕结婚还要离婚 好麻烦 据悉 侯怡君笔下萧大璐的第三者 是电视台幕后女员工 更有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 向透露侯怡君身为政工 对第三者战力颇强 听说有次两女都在电视台 侯怡君人在一楼 该女员工则在楼上办公 他们通了电话 最后讲道不欢而散 直接挂电话 侯怡君干脆冲上楼 并与该女员工起了口角 与肢体冲突 一时之间场面距离万钧 当时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尚未下班 所以许多人都目击如此火爆画面 侯怡君被静周刊 踢爆在脸书开站小三三个月 曾跑到民事和黄姓监制对峙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婚外情闹到民事高层那边 节目部副总许念台证实 已将员工调离节目部 避免彼此冤家碰头 翻出侯怡君脸书发文 怒呛小三必取绿茶表 用字前词相当激烈 展现正宫捍卫婚姻的彪悍一面 更有一说是侯怡君找上第三者他家 并且要对方的妈妈处理一下女儿 只是母女当下反应消极 并没让侯怡君感到满意 此段过程对照侯怡君的脸书 难怪有段写道 人心不足舌吞相 当我脸皮不要时 也就是你现出原形的时候 当然还包括你的细经老母 不过另外也有说法 其实整件事情就是肖大陆的不对 因为他明明有了侯怡君 还去招惹较较为年轻的女员工 而且还对人家表示 自己跟侯怡君的事情 并不是台面上所看起来的那样 甚至还亮出证明 导致该名女员工才会陷得如此深 而且无法自拔 之后侯怡君发文回应肖大陆婚外情 温中表示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们都很好 找一天无论透过任何形式 我会好好地说明一切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谁也无法轻易抹去 只能勇敢面对事实才是王道 同时也再次向小三喊话 一次又一次的谎言与敷衍 绝对无法反噬一切的 言而无信 不知其可 只想再强调一次 你们别再说谎了 好友康康 兵家启都流言力挺 芳心也表示保重身体 不过夫妻俩虽然已经释怀 但网友却不断提醒侯怡君 男人不招惹 哪来小三 随后他在直播卖货中 顶着爆炸头霸气喊道 我这个位子只有正功能坐稳 并强调 嫔妃永远是嫔妃 娘娘永远是娘娘 然而万万没想到 就在侯一军还没从这场正功之战中 完全走出来时 萧大陆的前女友张金凤 又上节目爆料 称侯一军本人以前就是第三者 喜欢抢男人 张金凤坦言 当年他和萧大陆的感情非常深厚 自己晚上在餐厅工作时 认识了对方 两人当场就互留联系方式 之后 萧大陆就开始了追求之路 每周都会送鲜花 谈了四五年后 终于在一起同居 周围的朋友和工作人员 也都默认他们是一对 张金凤不工作的时候 也会去剧组探班 但是很快 萧大陆在拍摄《九龙传说》时 张金凤发现他总是和别人聊天 车里也开始出现烟头 以及萧大陆拥抱女演员的照片等等 而那位女演员正是侯怡君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再难收回去 张金凤和萧大陆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 期间侯怡君的男友还打电话过来威胁萧大陆 为了寻找真相 张金凤雇佣了侦探跟到酒店 并上演高速追车的骑马 在经历这么多事情以后 张金凤彻底看开和萧大陆分手了 谁曾料到萧大陆又想吃灰头草 多次想复合 又是威胁又是下跪 幸好张金凤发现 萧大陆和侯怡君仍旧还有联系 这才没有心软 而张金凤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出来爆料 也实属无奈之举 在大众印象中 她是负面争议比较多的那一类艺人 基本上提起她 大家想到的都是霸占房产 做小三等等 也因为她和娇大陆谈过恋爱 在侯怡君喊话辱骂小三之后 媒体的第一反应就集中在了她身上 想方设法地找她采访 她本人实在是受不了媒体骚扰 于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找自己 不想再和前任产生纠葛 但没想到的是张金凤发文没多久 侯怡君居然自己找上了门 还威胁说 不要得意的太早 你也是小三 应该要有同理心 至此 被侯怡君彻底激怒的张金凤 这才决定上节目把所有事情全盘脱出 在节目播出后 张金凤还在凌晨忍不住发文感叹 终于还自己清白了 为了这一天等了有20年 而男主萧大陆在沉默许久之后 也终于站出来回应 称张金凤爆料自己的那一段太假 之所以一直没有出面 是怕伤害对方 毕竟自己以前真心爱过 不过 萧大陆的这段发言 因为只否认了自己的那段经历 并没有说明侯怡君当时的身份 因此被媒体认为是 默认侯怡君曾做过小三 但此事真相到底如何 恐怕还是只有当事人清楚 侯怡君从国立一专舞蹈科毕业 踏入演艺圈后深耕戏剧圈 在许多八点档全是反派角色 一炮而红 主持领域也有不错的表现 曾和已故艺人诸葛亮搭档诸葛会社 两人一来一往的斗嘴获取效果 感情方面 他20岁出头就认识大23岁的小大陆 两人爱情长跑十几年 因对婚姻为共识 2011年正式分手 隔年他在节目《舞力全开》 认识小6岁国标舞老师补原 两人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一个月后南方求婚成功 并在脸书公开po出结婚书约 甜蜜合照和婚戒 还呛肖大陆宣誓主权 习俊才跟着曝光 未料这段感情仅维持十个月就高吹 侯怡君当时召开记者会宣布单身 还护旧爱肖大陆 这些攻击让他受委屈了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爸爸妈妈 对我最好的人就是肖大陆 其实不难看出侯怡君对肖大陆的难分难舍 单身的这段期间 他曾在节目《封面人物》形容对肖大陆的感觉 肖大陆是个很nice的人 又幽默又会保护人 更表示不排斥和南方复合 道尽对旧爱的思念 回看侯怡君这一生 经历颇丰 游喜游杯 好在现在的他身旁有爱人相伴 真心希望他之后的日子能够一帆逢顺